这就是我们做的hotel啊 一碗green curry 两碗就是红 curry 这是邓丽君最喜欢吃的咖喱面 所以是你最喜欢的咖喱吗? 也不算是最喜欢的 因为你不是邓丽君 OK,拜拜 就好像来到仙镇 让你们看看 惊喜的好吃 超多东西买到这边 嘿嘿 现在早上5点多的时间 我们已经在机场的boarding gate 我们要去哪里呢? 以泰国枪吗? Yes Oh yes 进去了Town Park 三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我们终于到了枪脉 从机场去到Town Park 差不多15分钟吧 所以你不需要叫那个grab 就是这边哦 很多那种旅游的车 叫的话一辆这样子大辆的车才150包 所以150包哦 我们五个人分的话 超级便宜 对,一个人的话 除得来的话是大概 大概四块钱 四五块马币而已 OK,你看就是这么整家两层 才150包 超便宜的 越野了,很好看 你看这边 有点像那个Hochiming中间的那条路 就很快的12分钟的车程 我们就叫了我们这个过住的地方 叫做Rampu House Town 这就是我们住的Hotel啦 可是我们现在的话还不能够check in OK,因为没有的check in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走去泰国监狱女子 然后只可以walk in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看 不知道他们这边有什么 应该是神的那种祭祀还是什么 大家都在拜拜 然后我们Hotel走来这边只有8分钟而已 女子监狱餐厅 然后也有她的那一个massage的地方 她现在跟我们讲那个earlier slot 是12点40 我们现在10点多的时间 还有三种不同的massage 我们选的是一个小时的 开始按摩哦 所以她这边所有帮你按摩的这些按摩师呢 她们都是做过剪刀的那一个女生哦 然后我们的话是250块一个人 然后呢因为还有超过两个小时要等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叫toktok去吃东西先 就是其实做这个toktok也不便宜啦 比我们刚刚坐那个旅游车还要贵 我们现在就来这间Black Gooseberry早餐店 他们里面就这样子一间简单的路边小摊 然后位置也不多啦 然后我们今天来的是Lick Day 所以还好 还有lisert有三种 就是有烤面包加这个deep deep点 那个custard的 我们就叫了这个一颗 然后后面这边的话我们每个都叫了一颗 OK就这么简单 这是那pan fried egg 然后粥 这个是那一个越南的nudel 然后还有那个custard 就这样子 就一些甜甜的sauce的就是custard sauce 它的面包我烤的 普通的嘛 它这个pan fried egg有了 这个炸虫之后 嗯 嗯 然后它的粥的话是这种 翻放进水里面这样子 这是杨竹侠 我觉得是妈妈Della 只有一个ok的话就是那个面 Della里面我喜欢吃粥 Andu喜欢吃那个面 我们喜欢吃鸡蛋 这个炸虫之后 都算是平常啦 如果要来try的话是可以try的啦 因为它价钱甜甜甜甜的 ok又是一个几分钟的车车 我们就到了这一个大家传说中 邓丽君最爱的咖喱面 它叫做 Causoy Niman 我们现在坐下来了 叫了一些sharing的咖喱面 然后因为做外面的关系 这边脚下全都是蚊子 然后如果你们怕蚊子的话 其实还有in door的 所以你们可以坐去in door里面啦 我们叫了就是这个是水来的 它的drinks全部都是放在碗里面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shark coconut 我们叫了三碗咖喱面 一碗green curry 两碗就是红咖喱 然后这个的话是炸猪排 还有这个的话是那一个鸡腿 这个是邓丽君最喜欢吃的咖喱面 所以你吃了过后呢 好吃吗 吃病咯 它的汤有一点点酸 然后有一点点甜 也有辣辣 所以是三种 味道是结合的 跟马来西亚的laksa curry是不一样的啦 所以是你最喜欢的kari吗 也不算是最喜欢的 因为你不是登丽君 OK 拜拜 叫了一个春卷 阿鲁说这春卷好吃 我们还有叫了一个鸡肉下腿 耶 我们一下子就吃光了 我觉得overraw的话都不错 然后它的drinks也好喝 改天再买一杯 我们刚吃完出来大概十二点的时间 然后这边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所以这烤帅您们 我会比上一间早餐来的推荐 可以来try它的kari 午夜吃完午餐 我们又回到来这一个鱼子监域按摩这一边啦 然后刚刚我已经给完全赔免了 就是一个人250包 他们每个人会给一个小牌子 然后很贴心的还要准备鞋子 然后就这样 进来他们会给一瓶两个鱼子监域 耶 我们终于按摩磨了 舒服吗 很舒服 它的力度刚刚好 然后按摩磨之后呢 还有给一杯小茶 干杯 就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谢意 好 舒服 好 舒服啊 不 也很好 很有礼貌 真的很舒服 它的 它和别的哦 那方向啊 按摩的方向不一样之一点 所以258只的 很值得 这个人按了两分钟就睡着了 舒服到睡着了 OK 试试 OK 我们在这边呢 住了两间房间 第一间的话是两个人的 然后我们两个人的话 我们是楼上的 两人房就是简单的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厕所 这样子 然后就是一张双人床 然后空间都很大一下 挂衣服的地方 然后呢 外面的话就是 有桌子啦 来看一下 耶 这就是我们的桌子 我看一眼很大 然后有椅子 两张 然后就是外面这样子 然后呢 我妈妈她们就是住下面那边的 家庭屋 全体是OK的 我们住三晚 从星期四 住到星期日 住三晚 然后一个人的话 人均大概是200多块 然后是有这样子的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这是我妈妈她们住的三人房 就是在泳池的这边旁边而已 她们整个房间的尺寸跟我们差不多 可是就多了一张单人床哦 OK 从我们酒店15分钟过来这个Charm Cafe 我们到了 来到了大自然 我们拿的位置是在Zone 3 所以要去到后面 这边就像一个圆巾一样 还有喷那些雾 喷那些属于 如果你是Zone 3的话 要继续往里面走 走到它白色的这个区域 这边 OK 来 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 我要吃一个Waterball 还有一个Koi fish 哇 你有一些H 不过3点多是这样 我们没有打算要吃正常 简单一个下午茶而已 然后 喝了一杯Thai Milk Tea 然后还有那一个是Green Milk Tea 还有这个是Thai Milk Tea 然后我们在这边没有叫饭糕 没有叫甜品 我们竟然叫了豆腐 你看Ivy要睡觉了 你讲一个笑话给她听 我可以把这个变成豆腐 拿来弄啦 你看看 太多饮了 太多饮了 一滴都不胜 现在来的这个OFAY VANDI 这个OFAY味道是OK的 吃它的这个皮 稍微炸的有点太硬了 可能炸过火啦 安静优美的cafe 所以值得来这边 然后就有这样子的天性 所以是值得来打卡的啦 大家 我们看就是弄到鲁齿的真实 哇 好漂亮的 就好像来到仙境这样 你们看看 鲁齿的地震 哇 真的不够有 刚刚吃完trumcafe 然后塞车塞了一阵子 少过三十分钟啊 我们就来到这个万宁曼宁 然后现在我们要进去里面观光 还有呢就是吃晚餐 OK万宁曼宁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有点欧洲欧洲风势的 它这边有个钟楼 你看这边有建筑的风格 就是很欧式的 这边超级美 艺术其实很高的地方 这是它的钟楼 One Tower OK我们现在坐着这个厚厚 上到它的那个楼 耶 真的是上到那个钟楼 我们这样子上到万里曼的顶 OK这边有个楼梯可以下去 我觉得就是去钟楼的地方 啊 有点窄 然后这钟喔 真的是会走的 每过一分钟 它就会哆哆哆哆哆哆 如果有来这边的话 可以来观光 然后来拍拍照咯 上钟楼拍完照过后 我们就下来试这间 Ginger Farm Kitchen 然后它也是你肯定 recommended的啦 好多人啊 我们的appetizer来了 面炕 最主要就是 你把全部东西包在那个菜里面 然后拿来吃咯 然后还有这个是空心菜 Morning Gori Surprise and Mets 好吃 好吃 然后我们叫了一个tong yang 还有这个就是那个paka bau的肉 sifu patai 然后这个炒饭 OK来大家吃饭吃饭 吃饭啦 哇好吃吗 吃到整个炒泥吗 这样 好吃吗好吃 如果你们来这间餐厅的话 我建议点这个 还有我喜欢它的炒风心菜 很有我可以好吃 然后其他的的话 tong yang 算是还好 算是比较mong 比较mong 可以了 加辣我觉得就 炒饭的话可以不用加 因为炒饭不好吃 我们五个人大概吃了 差不多两千块泰酥 看着你们 大家 OK现在吃饱了的话 我们就要去走走 我们从万里曼这边走过去 那个Malin Plaza的话 大概要20分钟 20分钟 大家跟我来 看看香奈的夜市 从万里曼这边走过去对面呢 就是这一个它的日本街 有很多餐厅啊 有很多酒吧 OK这就是在小龙叔看到很多人 要来这边拍照的这一个 你看 那一个银唐小丸子的这个日本街 它有弄到一个像日本地铁站这样子的 不是假的 走下去吧 而且站在哪里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框框而已 OK走下走下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Malin Plaza 然后感觉上里面很多很多的小档口 那里去啊 那植物好多 然后 衣服 一档口好多啊 就一档档这样自己夹好了 超多东西买到这边 那个Malin Plaza 你走走走走 我今天里面就有很多这些小吃档口 OK 换完了 好累好累 现在要准备回Hotel 试试 你看全部都是手 好吗 还是这些小吃呢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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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